我们时续为您掌握 再来看到贝里斯吉的货船 隔浅在台东外海时间长达14天 好几次出动了重机具脱掉 但货船还是闻风不动卡在岸边 昨天航港局决定先减轻船体的重量 先将船上的巨型货柜一个一个吊挂起来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隔浅货船终于动了 在今天上午再度出动了两艘脱掉船 家族马力全力拉脱 成功帮助货船脱困将拖往高雄港 不过整个救援过程 耗资将近1亿台币 光是昨天的巨无霸吊车就高达2000万元 这个费用先由航港局带电 而船公司必须先付清款项 才能将脱掉之后的船只领回去 哈喽我是叶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华市新闻的空间 请订阅华市新闻的空间 并且计划市新闻的空间 未经许老师新闻的空间 更多是新闻的空间 请设计创行人蜜的空间